你好,今天是2020年1月10号 这期我学习的是新概念英语第二册 第三单元,64课 The Channel Tunnel 海峡隧道 直接进入正文 在人类发展史上 很多伟大的工程都源于美好的愿望 还有大胆的想法 今天这个小文章就会提到关于海峡隧道的两种想法 分别来自于两个国家,两个人 这里拿时间做引子 好,第一个场景 首先来看第一个人和第一个想法 时间是1858年 这个人叫艾米特明迪克曼 是一个法国工程师 他带着建造一条长21英里 也就是将近34公里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隧道计划 来到了英国 In 1858 A French engineer Amy Tommy Digmond arrived in England with a plan for a 21-mile tunnel under the English Channel 咱们来看一看他计划的核心 他说可以在隧道中央建造一座平台 这座平台将作为码头和火车站 he said that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uild a platform in the center of the channel This platform would serve as a port and a railway station 如果呢 再造些伸出海面的高大的烟囱状通风管 隧道就具备了良好的通风条件 The tunnel would be well ventilated If tall chimneys were built above sea level 好 这里说到了关键之处 通风 如果仅仅是绝境隧道 那是比较容易的 不简单的是通风 在海面上建高大的通风管 施工难度大不说 而且我想呢 它的透水风险也比较大 好 转换场景来看看第二个人和第二个想法 时间1860年 也就是第一个想法的两年后 一位叫做William Lowe的英国人 提出了更好的计划 In 1860 A better plan was put forward by Englishman William Lowe 他的想法也是针对关键性的通风问题 他提议呢 建一条双轨隧道 这样就解决了通风问题 因为一旦有火车开进隧道 他就把新鲜空气随之抽进隧道 He suggested that a double railway tunnel should be built This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ventilation For if a train entered this tunnel It will draw in fresh air behind it 工程的想法 终归只是想法 要付诸实际 还有很多因素 要考虑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安全因素 在下面这个场景中 就会涉及到 第三个场景 也是从时间开始 42年以后 隧道实际上已经开始建了 如果不是因为那时 英国人害怕入侵 隧道早已建成 42 years later a tunnel was actually begun If at the time the British had not feared evasion it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d 算来隧道开工应该是1902年 英国人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之后的50年里 他们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间流逝 世界不得不再等将近100年 才看到海峡隧道竣工 它于1994年3月7日正式开通 将英国与欧洲大陆连在一起 The world had to wait almost another 100 years for the channel tunnel it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March 7th 1994 finally connecting Britain 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好 这里来看看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 Why was the first tunnel not completed? 为什么第一条隧道没有完成? 这里回答 那是由于通风问题难以解决 这个也就是说自第一条隧道这个想法提出以后 早早早地就流产胎死腹中 将提出的数字和文章联系记忆 仅供参考 最后说明一下 我制作的动画视频 是我记忆文章的辅助工具 起到理解和记忆文章的作用 如果你也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好的 我今天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